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人们减少主食 甚至完全不吃主食 离我怨怨的 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 这让我不得不站出来发个声 为自己洗洗白 为身体站站岗 我们碳水最大的价值是高效提供能量 这是其他两大能源物质 蛋白质和脂肪无法做到的 假设把复杂的身体比作一个小型社会 碳水就属于身体活动时的通用货币 脂肪属于珠宝 蛋白质就是不动产 仅仅拥有珠宝不动产 是无法完成身体健康运转的 打个简单的比方 你上街买个急用的钢需用品 使用人民币方便 还是拿出珠宝交换 或者抵押房子更方便 当然是通用货币更方便 是吧 所以碳水就像人体内随时随刻都能发挥作用的通用货币 碳水经过消化吸收 化身为葡萄糖浸入血液 像发工资一样分发给全身的细胞吸收和使用 大脑吃饱碳水还会分泌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物质 能让细胞保持十足的干劲 让人体获得非常大的满足感 只有不断获得碳水 让所有细胞 器官 老有所得 才能保证人体正常运转 不闹脾气 再来 继续